每日一次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站子 破站的站 站子的国语注音是 知暗站四声站 站四声站 站是依奉开裂的意思 也就是俗语所说的脱陷 如破站 本是指衣服缝合处裂开而言 但是一些隐秘或是不遇人知的事情 如果露出了痕迹 也叫做破站 由此引申 凡是开裂的状态都叫做站 如站开笑叶 就是露出了脸上的笑窝 站也是指花朵开放 如苏彻九日诗中有 离半局出站的句子 站字有人不注意 把它读成了定字 这是不对的 以定字为偏旁 又不可以读定的 除了站字之外 还有两个字 一个是水部的垫字 垫字的国语注音是 得燕垫四声垫 垫是潜水的湖泊 如北平畅春园 圆明园 和颐和圆园 这三座名园 所在的地方 就叫做海垫 海垫 也称为这样的海垫 另外 河北省境内有一条大清河 因为受诸 垫泊之水 泥沙甚多 到白阳垫 泥沙沉垫 才变为清流 故名大清河 又称电河 另外一个以定字为偏旁的 是属清部的垫字 垫字的国语注音是 得燕垫四声垫 垫本来是古时候 所使用的一种天然的染料 又名蓝电或清电 据说在制造这种染色剂的时候 要先在地上挖一个坑穴 以一种名叫蓝的植物 放入坑穴 水浸一夜 一边加入一些石灰 较迁于下 盛干水分 就是青黑色的染料 总之 站 垫 汉垫 这都是以定字 作为右偏旁 但是都不能念定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